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地铁上的高科技技术 小贼当家心态好 谎称老板难保真 身为打工泥土色 心有天地不染沉 接下来听张云老师跟我们聊稀奇 群迷一起拍 欢乐大家一起来 接着大家大伙一起看看 这突如其来的事故 上海平坛团 首次来长春巡演中篇平坛 林徽音 无浓然雨把观众都看醉 第七届长春茶博会 茶香飘飘 一十四天掌汇 汇集天南海北茶商汇聚 长春有茶 请你上座 青天地超市 非现金支付退货难 商家各种借口 很奇葩 就支付之后 有能退吗 正常来说 退不了 能退不能退 各家超市解释不清 网络支付遭信任危机 他要是不在那眼 人小弟去不了 杀不了 你要认差 剩这个八小时之内 今天要得到哪儿 可以退 第一报道 今日关注 买货容易 退货难 各位晚上好 晚上好各位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听大家呢 我们的24小时 新闻服务热线 0431 88501234 随时开通 欢迎您随时摸打 节目开始 我们先来说一说 今天的热点话题 说这出差要住酒店 出门旅游也要住酒店 其实住酒店 不需要那么多理由 这可能一个开心 或者不开心就住了呢 但是酒店安全很重要 近日呢 山西林女士 就入住了快捷酒店 在房间这个网线接口处 发现了有摄像头 正好就对着这个床的位置 很多人都说 这不就是一览无余了吗 民警调查发现 下面这是男子 霍某三月份悄悄安装的 并于河南将其抓获 不少网友表示 太可怕了 网友表情报 小贤女说了 明显这安装摄像头的位置 目的不纯 也希望呢 公安介入 司法程序必须要严惩不大 如今有一些 这插座摄像头啊 打火机摄像头 烟灰缸摄像头 包括饮料罐摄像头 这些摄像头 由于这体积很小 安装方便 并且隐秘性很好 因此不容易被发现 所以大家一定是小心为妙 提醒大家哈 这个中秋节呀 包括国庆节 马上就要到了 很多小伙伴可能要外出旅游 旅游可能要住酒店了 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我们再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说这个暖心事件特别多 尤其出生在这外卖身上 如今很多懒人吃货 都喜欢叫外卖 而且偶尔会有一些 比较稀奇古怪的要求 比如说 这去年不知道很多人 看了看咱们公共新闻的 这宣传片 对 我们一个宣传片 对 说要求我们外卖小哥 去画一个什么来着 单身狗 单身狗 还有人说 得画个小猪佩奇之类的 这之前呢 有一段时间相当流行 要说谁遇到奇葩的事最多呢 那肯定就离不开 我们这个外卖小哥的身影了 毕竟送外卖都知道 这不是一般人能干下来的 8月31号 上海的宫女士家中出现了老鼠 她和室友两个人都非常地害怕 于是就想到 点单请外卖小哥来帮忙抓老鼠 下单五分钟之后 外卖小哥就到了 只用了一分钟就徒手抓到了老鼠 外卖小哥轻松地说 不害怕 老鼠又不是很大 是这样的 还是要给咱们辛苦 还要送外卖 还要帮人解决疑难杂症的外卖小哥 点个赞 没错 我们继续来看看今天的新闻 目光转向我们的身边 由长春市园林绿化局主办 长春市南部新城公园 绿地管理中心承办的第四届 幸福长春温馨公园 激情蓝饶音乐节 正在蓝饶公园激情上演 现在呢 我们的记者一博就在现场 咱们来看看现场的情况 一博您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好的东妹 我在现场正在直播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市前进大街与金语大陆交汇的 蓝绕湖公园 那么今天在这里呢也将进行第四届 咱们幸福长春温馨公园的主题系列活动 其实这个活动啊 咱们可以说是非常了解的 因为包括在之前呢 我们在牡丹园以牡丹为主题的这个活动 还有在长春市长春公园 以玉金香为主题的活动 以及咱们在长春市南湖公园 以牡丹 以及在长春公园以荷花为主题的公园 不过啊 今天我们来到了蓝绕湖 可以说这场活动呢 是整个咱们系列活动中 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一个活动了 那来到这 怎么能不非常系统的来了解一下 咱们的蓝绕湖公园呢 那在记者身旁呢 就是长春市蓝绕湖公园管理所所长 那么崔崔你好 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蓝绕湖公园 蓝绕湖公园是2014年略三朝正式开园 公园啊 主要以绿色景观为主 包括我们有 湖里边有2.3亿公顷的水面 里边有锦里还有野洋 然后在整个公园 我们为市民提供了很多休闲的场所 包括有沙池啊 还有一些无限的免费WiFi啊 这些 那今天的活动将会有哪些的亮点呢 激情蓝绕音乐节是长春市原来绿化局 幸福长春温馨公园系列主题活动的重要项目 今年已经是第四天了 本届活动啊 主要以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以及喜迎国庆为主 演出分为三个篇章 改革开放 勇往直前 欣欣向荣 那我们看到刚刚是正在开幕 包括咱们的礼花已经全部的继续了一个响起啊 现场的氛围非常的热烈 蓝绕音乐节的开放开展 不仅为广大市民增添了丰富多彩的业余生活 为公园的文化也文化内涵有所提升 我们的节目是已经彻底的开始了 那整个今天的进行蓝绕音乐节呢 可以说现场的环节非常的全啊 分为三个部分 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将会有五首歌曲 第三个部分呢也会有五首歌曲 不过咱们第二个部分呢会有咱们的拉丁舞啊 以及一些其他的五种进行一个上演 虽然说刚刚开始 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看到很多精彩的演出 别着急跟着记者一起去寻找一下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很多的音乐的老师 都正在下面进行一个合照 还有我们的很多的非常有特色的服装 那么包括呢在我们的现场呢 也有很多的演出非常精彩 包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咱们现场的一个演出的一个活动 也会在稍后进行演出 那么关于本次活动的一些具体情况呢 我们也会在明天傍晚版的节目当中进行播出 好的 主持人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好的 感谢一博 那像这样的音乐节的越来越多的这个开始 包括涌现出来代表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 对 越来越丰富了 没错 这随着生活的这个越来越好 包括社会的发展 科技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而随着而来像微信啊 支付宝啊 银行卡 便捷支付的兴起 如今到超市内购物 很多人都习惯用这网络支付 现今买单的消费者是越来越少了 可是一旦买东西因为不喜欢或者质量问题 需要办理退货 想拿回自己的钱 该怎么办呢 据我了解呢 有些超市呢 可能会在七个工作日之内呢会退款 但是有的超市呢想退款却没那么简单 来看一下 8月中旬 许多消费者向栏目反映 在新天地超市内一些工作人员会温馨提示 本店非现金结账不退不换 而非现金结账的方式包括了支付宝 微信 银联 许多市民质疑超市这样的规定 是否侵犯了消费者的利益呢 针对这一现象 记者也来到了这家超市 一探究竟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4条规定了消费者 在购买商品7天内可以申请退货的权利 其中明确包括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 不符合质量要求的 消费者可以依照国家相关规定 当事人约定退货 或者要求经营者旅行更换 修理等义务 而在长春市新天地超市内 记者也看到了7天退货的准则 可记者调查了长春15家新天地超市 却有一半超市收银员表示 如果非现金支付 不能享受退货或更换货物的服务 一些收银员表示 如果非现金支付 发现货物有质量问题能退款 可不能单独退一件货物 需要将购买的货物全部退还才可以 而另外一些收银员则表示 非现金支付能不能退货全靠运气 店长有一张磁卡 退货需要用卡片刷收银机 卡片在店里就能退货 卡片不在店里就不能退 像我们这个还好点 我们这个卡正常这个电卡 是不允许在我们这会儿的 就是人家指引店 这电卡是必须收起来的 你就是你买不买 人家这个电卡用它锁锁锁锁 它要是不再退货 你小机收不了 刷不了 另外一些工作人员表示 办理退款无法退回微信 支付宝或银联内 只能支付现金 而这样的操作则会触犯 信用卡套现 这是违法的行为 现金支付就能享受7天退货 而非现金支付就无法退 这样的行为是否触犯了法律 新电力超市凌乱的退货准则 是否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我们也将持续跟踪报道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近期的一个热点事件 8月27号晚上 江苏省昆山市发生了一起 持刀砍人案件 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 事发的时候 宝马车司机刘海龙 和其自行车的车主于海明 因为交通问题发生口诀 刘海龙拿出刀拍打于海明 最后刀是失手落地 于海明夺起刀 反而将刘海龙杀死了 昆山警方认定呢 于海明的行为属于是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 近日央视 坚持说法还原了案件的来龙去脉 2018年8月27号晚9点35分 于海明像往常一样 从酒店里打卡下班回家 上了自行车 于海明骑行了几十秒钟 就到了事发地 就在他等红绿灯的时候 突然一辆宝马车急驶而来 强行并入非机动车道 在于海明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状况时 宝马车上下来了一个穿白色T恤的人 于海明和对方理论了几句 这时从宝马车上又下了一个女的 或许是看到宝马车和于海明自行车 并没有发生刮蹭 就把于海明自行车搬到了人行道上 挥手和于海明说着什么 事态应该是缓和了 可就在这时有人从驾驶室里窜了出来 意外发生了 来者不善的人正是刘海龙 他对于海明多次击打 于海明连连闪躲 这时刘海龙的朋友刘强强 也加入私打二对一 于海明见势不妙 开始反击 看着于海明居然还手 刘海龙转身向驾驶室跑去 看到长刀 于海明傻了眼 吓得不敢动了 刘海龙用刀连续击打于海明之后 于海明反应过来了 开始奋力抵抗 就这一下把我看到 人都奔掉了 当时感觉说要死了 那样的感觉 就感觉都没有一样 头疯 什么都都这么想起来的感觉 那 觉得不敢行 就在这时 刘海龙的刀突然脱手了 于海明抢先一步 从地上捡起刀 一下 两下 三下 先是一刀刺中刘海龙的腹部 第二刀正好刘海龙滑倒在地 第三刀 于海宁直接批刘海龙的胸部 短短七秒钟时间 于海明挥出了五刀 之后于海明一只手紧紧攥住刀 跑到刘海龙的车边 拉开车门 把刘海龙的手机 揣在自己兜里 当时很害怕 就叫人站住了 大晚九点四十分 昆山青阳派出所接到报警 赶赴现场 先看到的是 有一样宝马车 就停在一个 盛村路 顺外路口的一个 桥面上 斜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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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横跨要停着 然后看到 还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男子 就坐在桥面 坐在桥面的白衣男子 是于海明 他给酒店老板打电话 告诉他出事了 先大招 大招 大招 这算比较严重 他拿刀 砍我脖子上 我砍一刀 但是 我在那个 路口 出警的民警迅速将现场控制住 120赶到 分别将刘海龙和于海明送到医院进行检查 一个多小时后 刘海龙由于伤势过重 不止身亡 昆山警方法医立即对刘海龙的伤势进行鉴定 造成他 视野性修复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全身多处的刀刺伤和刀砍创 形成的多处的该发生创考 事情发生后 昆山警方立即成案了专案组 以故意伤害对于海明进行了刑事传唤 在公诉当中呢 于海龙讲到被对方拿刀砍脖子的时候 当时他脑袋是一片空白 他感觉对方已经砍到了他的脖子 可以说这个时候他的生命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事发第二天 8月28号上午 昆山警方调取了监控 对事发现场视频进行逐一分析 到目前为止 他只是企图打对方太多的动作 一直没发生 被这个人打了六七下手 这一下子后 他才真正的开始发生 然后这个价格会说 8月28号下午 昆山警方对于海明进行刑事拘留 关押于昆山市看守所 在看守所里 于海明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对拘留这段时间 我心情很低落 案发第三天 8月29号 一位现场目击证人来到青阳派出所 说出了他所看到的惊心动魄的一幕 案发第四天 8月30号 昆山警方就掌握的证据 继续对于海明进行询问 出现在询问镜头前的于海明 头发剔了 得知刘海龙死讯后 他真真切切的感到害怕 案发第五天 2018年9月1日 对于海明来说是无比煎熬的一天 下午5点钟 昆山警方宣告 于海明行为属于正当防卫 无罪释放 我们对于海明的行为 认为是属于正当防卫 不负刑事责任 于海明今年41岁 陕西省宁强县人 2017年初来到江苏昆山 现在昆山一家餐饮酒店 担任工程部经理 当天晚上 于海明将刘海龙砍伤之后 第一时间打了一个电话 接电话的是他们酒店老板 酒店老板介绍 于海明家庭状况不是很好 近段时间 家里最大的孩子得了重病 他们帮忙捐款 和在网上进行众筹 只筹了几万元 作为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 于海明上有老下有小 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压力 当时于海明 当时的状态应该是想防卫 自始始终 都是为了一个保护自己 不是不法侵害的一个行为 于海明离离次婚 育有一子 后来带着孩子 重新组建了家庭 和现任妻子 又有了两个孩子 为了养家 妻子只好找了 离家比较远的地方打工 夫妻两人虽然见面少了 但感情一直很好 于海明说 他从来没想过 这辈子会杀人 在他看来 杀人是要偿命的 如果他因此要丢了性命 他的家人怎么办 一大家子以后的生活 该怎么办 刘海龙今年36岁 甘肃省青阳线人 案发前经营着一家典当行 2018年8月31号下午 记者在昆山市看周所 见到刘海龙的同车人刘强强 就是第一个冲下车 与以海明发生争执 那个白衣男子 他说事发三小时前 他们有五六个人一起喝酒 事后刘海龙约刘强强出去玩 刘强强说刘海龙有个特点 不喝酒的时候 只是性格有些鲁莽 而一旦喝了酒之后 就非常难以自控 当晚喝酒之后的刘海龙 显得特别兴奋 开着把马车一路横冲直撞的 来到当地一家KTV 那家KTV正好和于海龙服务的酒店 处在同一栋楼里 不过这时候他们彼此还没有碰面 在KTV刘海龙接上了两个女人 之后车拐弯出了路口 随后刘海龙就强行并入飞机动车道 打算右转 就在这时 他遇到了骑着自行车 正在等红灯的于海明 调查结果出来以后 受到了公众遗址的肯定 有人说这个结论应该载入司法的史册 对未来也是一个标杆 但是也有人说 这是视频取得了胜利 是民意推动的结果 我们来听听专家的分析 其实这个防卫防卖 它涉及到一个什么呢 正当防卫是否过当的问题 因为这里边就涉及到我们 刑法以及对关系法的司法解释 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 叫无限防卫权 这个无限防卫权 它是针对一些严重的暴力行为 比如说像强奸杀人类的 这么一些行为 赋予受害人 直接对抗 或者直接全面对抗压害人的 这么一种防卫特权 它可以不受防卫过当 程度的一个限制 那么在这块就出现了一个疑问 这个受害人 但是这里是否可以享有 这么一个无限防卫权 那么从目前警方 乃至于检察院方面的警察 认为这种情况符合 这个无限防卫权的 这么一个规定 当事人可以享有 这么一个无限防卫权 因此杀死这么一个事报人 这个在法律上 就已经被认定是合法了 那么这个事情 在社会上的主要的 意义是在于什么呢 主要意义我个人认为吧 它是拓宽了什么呢 它是拓宽了普通公民 在受害之后 能够自我反抗 自立救济的这么一个途径 在我们现在目前 执法力量还不能够 全面保护公民的这个情况之下 我个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赋予 受害人一定的做防御权 其实是符合我们现在 社会公益方面的要求的 9月份是开学季 一般的学校幼儿园 都是9月1号开学 今天是9月7号 这趋止算来啊 已经开学一周的时间了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些 刚刚入幼儿园的小朋友 这一周这些孩子们 过得怎么样啊 乖不乖 有没有好好吃饭 还哭不哭鼻子呢 咱们一起去看看 大家看到的这些小宝贝 是今年9月1号 刚刚入幼儿园的小朋友 年龄在三岁左右 采访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 大部分的小家伙 已经适应了幼儿园的生活 但是也有个别的小朋友 在老师的怀抱里 哭起了鼻子 帅帅刚入园两天 妈妈为了让儿子 慢慢适应幼儿园的生活 中午便会来接他回家 送的时候 看着他那小本身 那小样 其实心里面特别难过 这样送幼儿园 你有没有焦虑啊 我也有呀 肯定是有 最近几天什么表现 我经常失眠这几天 就是白天的时候 他上幼儿园了嘛 其实我在家里边 也是挺担心的 但是经常看见 老师给我发了孩子视频啊 照片啊 看见他挺开心的 然后又吃饭挺好 喝水挺好的 其实是挺放心的的 采访中我们了解到 早在八月中旬 这些小家伙就已经开始 进行了入园前的 试园准备 第一天送的话呢 我们可以早一点接 大概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就来接孩子 第二天或者第三天的时候 我们就稍微晚一点点 在孩子快要睡觉的时候来接 然后第四五天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尝试 让孩子在幼儿园开始入睡 这样如果入睡比较顺利的 可能我们就可以再晚一点接 心理专家表示 两岁半左右的宝贝 正处于安全的依恋期 所以宝贝苦恼的原因 更多可能来自于此时 与爸爸妈妈的分离焦虑 孩子上幼儿园 产生恐惧的心理 这是正常的 因为就是说 他接触 他没有接触过的事情 他会感到非常的紧张和害怕 他逐渐的熟悉了这个环境 他知道这个环境是安全的 是我可以 并且在这个环境里 找到了更多的乐趣 他更愿意上幼儿园 这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孩子 如果他不能融入到这个幼儿园 不能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玩 他总是抗拒这个幼儿园 那这个时候他有可能是有问题的 一个是他可能有焦虑的问题 那另外一个 这个孩子也可能有和社会交往的障碍 就家长而言 一般分为三个类型 保护型 忽略型和支持型 专家建议家长把宝贝送到幼儿园之前 要多陪伴 多鼓励 让他们增加安全感 比如说我们在家里 是不是鼓励他自己一个人 和别人去交往 去鼓励他和别的小孩一起玩 那我们在家里 是不是给他一个充分的安全感 就是父母没有陪他玩的这样的过程 他总是自己一个人玩 然后呢 他拎钉和别人玩的时候呢 就会出现很大的焦虑 我们给他一些保证 比如说我们要定时去接孩子 他当孩子发现 家长这个时间送我 那他那个时间一定会来接我的 他有了这样的这种认识以后 那他的这个安全感的增加以后呢 他对上幼儿园会更好一些 同时专家也建议幼儿园的老师 当孩子哭闹时 可以用玩具 歌曲 故事等方法转移孩子的注意力 孩子的注意力是极容易分散的 有东西玩着 便会降低他们的分离焦虑 同时也可以通过各种活动 让孩子体验到幼儿园生活是快乐的 以愉快的情绪感染幼儿 使孩子喜欢上幼儿园的生活 第一报道 从龙镜李斯报道 相信很多人应该有这样的经历 说是将孩子送到幼儿园的门外 然后徘徊观望 不愿离去 采取哄骗战术 告诉他 妈妈不走 在外面等着你 而有些家长甚至与孩子 是一起抱头痛哭 而有些人 更是因为孩子哭闹 而终止送园 其实啊 家长要认识到 这个哭闹 都是孩子发泄情绪的一些手段 其实是有利于幼儿 来不良情绪的这样的一个排遣 所以家长应该在这个时候期间 调整好孩子的饮食 多吃一些蔬菜水果 防止孩子上火 另外呢 要和老师多多的沟通 咱们一起来帮助孩子度过 这个艰难的时期 好 我们再来换个话题 说到经济发展 交通先行 轨道交通改变世界 第四届 中国轨道交通博览会 继2018中国长春 轨道交通论坛 今天上午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六号馆开幕了 展会期间将举办高峰论坛 合作洽谈 轨道车展 城市规划 车票 派送 元旗参观等一系列的活动 因得天独厚的客车和汽车地缘优势 从2014年长春举办第一届轨道交通展 受到全国轨道业的广泛关注 成为了北京 上海 广州 长沙等地齐名的轨道专业博览会 在展会现场 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节列车 它是新一代地铁列车当中的其中的一节 也是车头部分 我们了解到它的最大特点 就是有两个词可以形容 一个是绿色 一个是智能 新一代的地铁列车 是基于现有的技术发展 面向未来的概念产品 那么现在 这个车上有很多的 这高科技的一些手段 已经一部分应用到了 现有的列车上 但是还有很多的 这样的一些科技手段 目前正处于研发的阶段 未来这些高科技手段 将在更多的列车上加以应用 走上地铁列车之后 我们了解到 这个整个前方 是属于无人驾驶的一个区域 也是有这样的一个 高科技的一个技术 现在这个是我们 无人驾驶的操作材 实际上正常情况 它是封闭的 是接触不到任何的操作按钮的 是全封闭的 比如说我是乘客 我就可以站在这个位置 近距离地靠近它 可以的 没问题 我们把盖板盖上 我们都是自动化的 全是自动化的给它盖上 之后 诚哥可以在这接触到任何东西 都没有问题的 假设前方有紧急情况 避让这块 我们也会采取 我们前方有 那个非接触式的 那个账用探测系统 是可以确保 我们车辆的运行安全的 很多这个站点的信息 和它这个站点 邻居的信息 和指导你是出账 这些相关的信息 诚哥是可以进行触摸 可以进行触摸的 所以说这个也是让诚哥 有更多的一些体验感 本届展会会期为三天 展会期间 组委会还将邀请 长春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 相关人员 介绍长春的1727地铁工程 以及未来几年 长春地铁规划情况 为了回馈市民 组委会在展会现场 为观众准备了 三千张地铁体验票 以抽奖的方式随机派送 同时将组织 三百位行业人士 和部分幸运观众 前往长春轨道 交通装备产业开发区 先进制造园区 参观高速动车 总装生产线 制造产业园等 今年是中国高铁列车 运营十周年 9月3号 央行开始发行高铁纪念币 组委会还特别订购了 一批纪念币 现场抽奖 派发给观众 第一报道 从文静高明报道 接下来又到了 我们第一块嘴的时间了 今天张云老师 要跟我们聊 哪些奇闻趣事呢 咱们起来看一下 您即将收看的是由 吉林银行冠名播出的 第一块嘴 本儿想分说天下是巧嘴 道尽是奸情 天南地北杂谈论 嬉笑怒骂 聊古今咱是敬烙 十科 第一块嘴 张云在这给您行礼了 说第一块嘴 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呀 说在前不久 上海市崇明区一名水产店主 报警称 他出门吃早饭 结果放在店内的 近万元现金 被盗 水产店主 报警称 万元现金是被人到 民警调取看监控 很快发现 了蹊跷这个钱 就在这个店主的包 店主吃饭 出门早 随手把包放在椅子上 没多久 俩人进来是看水产 一人赚了 半天看见椅子上的包 自下看了看 无友人 赶紧就把这包里的钱来到 都说无巧不成书 这时一位 顾客进店 瞧 要说这贼心态真叫好 他说 我就 是老板 你想买啥 就随便进店 挑一挑 攀谈没几去 顾客就走了 这贼低头翻看包 拿出现金 是赶紧撩 怎奈何 监控早把 你的样子照 警察随后就要把你找 警察局里看看 你的演技到底有多高 下面说的是啊 近日一个农民工兄弟 光榜子打车的视频 在网络上热播 网友们不但没有指责不文明 还给农民工兄弟 大大的点了个赞 八月十六 德邦晚 德州的四名农民工兄弟 是要出门 出了工地后 伸手就把出租篮 来了一辆出租车 他们先把这衣服脱 衣服由里往外翻 随后铺在了座地上 这才有序 上车把那路乘赶 司机这师傅说 并不担心把那座椅来弄脏 但几位兄弟的举动 却让他心暖的视频中 几位农民工兄弟 笑容憨厚又朴实 一看就知道是那心地善良的实在人 其实啊 类似这一幕曾经发生过多次 这些淳朴的劳动者 用他们的汗水见识着我们的城市 又用他们的善良质朴感动着我们的心灵 他们用行动告诉我们 什么是尊重和体谅 我们也应该学会理解和关怀 要是人人都心怀善意 世界将会更加的美好 这正是小贼当家心态好 谎称老板男保真 身为打工女土色 心有天地不染沉 大千世界的故事多 咱把奇闻来说一说 说什么呀 8月15号下午 广东佛山一小区发生了惊险的一幕 一名独自在家 年仅七岁的小朋友 竟然从八楼房间的窗户爬下 悬挂在七楼的平台外 上午八时许 黄女士带着女儿去上课 把没起床 七岁的儿子留家中 中午一点钟 黄女士回到家 发现儿子没在屋 怎么喊都没答应 急忙跑到 窗户往下瞅 儿子竟然站在七楼空调外 机平台上 双手紧紧把那栏杆抓 一看孩子随时可能掉下去 黄女士当时就慌了 拼了命地叫儿子一定要抓住 别放手 随后立即打电话报警 并通知了午夜 还给正在上班路上的丈夫 打了电话 由于离单位近 不到十分钟 孩子爸爸赶回来了 爸爸回家很淡定 立马化身蜘蛛侠 来到窗外小平台 抓着栏杆是往下爬 大约过了三四分 终于来到了儿子的身边 紧紧就抱住他 黄女士的丈夫啊 左手紧紧地搂住小孩 右手则死死地抓住 旁边的窗户边缘 父子俩暂时安全了 这时候呢 物业的工作人员也敲开了701的房门 他们拿了两根绳子 一根由小朋友的爸爸拿到外面 另外呢 一根呢则在八楼放下来 先后套住了小朋友的身上 做好了安全设施后 爸爸让儿子慢慢地沿着空调 室外机平台的栏杆往上爬 与此同时 爸爸用一只手 拖着儿子的小屁股 让他借力 下午一点半 小朋友终于爬回了八楼的窗外 室内的人呢 赶紧将小朋友抱进了屋内 接下来 爸爸怎么脱险呢 又是一个问题 最后啊 在征得了七楼业主的同意后 工作人员将七楼窗户防护栏拆下 小朋友的爸爸也顺利地 从七楼的窗户脱险了 这正是孩子惊慌爬窗外 爸爸变身蜘蛛侠 父子其力终脱险 人人都把永妇夸 黄女士和这儿子沟通之后得知 原来事发前不久 她隐约听见了一些声音 以为有这个坏人呢 进到自己家屋子里 于是惊慌中便从窗户往外逃 小朋友啊 本想顺着这个空调室外机的平台 栏杆往下爬到一楼 但爬到七楼平台时 她就因为害怕 不敢再往下爬了 这就是高层不装防护网的危害 没多少钱的玩意儿 装一个能永绝后患吧 好了 今天第一块嘴就跟大家聊到这儿 下回咱在 说稀奇 做公众承包 资金缺口大 亏的是吉林行老客户 可贷大额度 利率还低 吉行 吉商银贷款 期限长 额度高 还款灵活 选方位满足 经营融资需求 第一报道纵揽天下 来看发生在国内外的新闻资讯 受今年第十八号台风温比亚影响 维方部分地区遭受洪灾 寿光 昌越 青州三地 十二万亩大鹏积水 截至目前 维方市十二万亩 遭受洪灾的大鹏民水 全部排水完毕 共排积水三千二百八十万立方米 来自全省十七地市 以及天津 河北 江苏的 一万多名消防官兵 抵达寿光 参与抢险救援工作 经过三年多的筹备建设 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将于今年十月十六号盛大开源 十月一号至十月十九号 会先行试营业 期间将采取阶段性限流限量的措施 2018年承认标准票为 平日每张二百九十九元 高峰日每张三百六十元 我们内部测算了 正式开业之后的客流 那么日承载能力达到六万四 那么这个瞬间的 公园的存在能力是四万余人 当天上海海昌海洋公园 还与上海海洋大学战略签约 共同打造世界一流的 极地海洋生物保育研究基地 9月6号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 对辖区内东大街道的别墅群 群衔别业进行拆除 这是该区自整治秦陵北路 违建别墅以来 拆除动数最多面积最大的别墅项目 此次拆除是别墅项目开发商 自行拆除 政府协助现场作业 据悉自7月30号起 陕西省针对秦陵北路西安境内 违建别墅问题积极开展专项整治工作 清查秦陵北路西安境内的违规别墅 和其他破坏生态环境问题 并持续开展违建别墅拆除和专项整治工作 9月6号美团点评在香港举行首次公开 募股新闻发布会 美团点评宣布公司将于9月20号 在香港邻交所挂牌上市 美团点评表示 公司全球发售股份数目约为4.8亿股 其中95%为国际配售 5%为公开发售 每股发售价建于60至72港元 按发售价中间价66港元计算 美团点评预计全球发售款项集资净额 约311.23亿港元 香港苏富比中国书画 2018年秋季拍卖将于10月2号举行 届时将有270幅近现代名家家座拍卖 总估价超过2.3亿港元 6号苏富比向媒体展示了重点拍品 张大千和吴冠中的画作 重点拍品自画像与黑虎 由著名山水画家张大千所创作 估价约3500万港元 吴冠中于1990年创作的 人人静说花布街 是吴冠中受邀到香港访问时 所画的香港永安街旧式街景 又称为花布街 画家巧妙运用色点与线条 生动在线 市井气息 日本北海道南部6号凌晨 发生6.7级地震 震中位于胆镇地区中东部 震源深度约40公里 北海道 青森县 严守县 攻城县等地 有强烈震感 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 125人受伤 39人失踪 目前北海道地区仍于震不断 日本气象厅提示 该地区一周内还有可能发生强烈地震 中国驻扎黄总领事馆 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暂时还未收到华侨华人 中资机构人员留学生等伤亡情况报告 第一报道综合报道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 今天夜间全省多云 松原东部 长春 吉陵 沿边西部 有阵雨或雷阵雨 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转晴 我省大部分地区有三到四级的西北风 全省各地的最高气温在17到21度之间 与今天相比的气温变化不大 来看中国天气网刚刚发布的 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长春多云转晴8到17度 吉林振雨转晴9到17度 四平晴8到19度 辽远多云8到19度 通话晴10到18度 白山晴9到17度 白城晴9到19度 松原晴10到18度 严吉多云9到19度 长白山雨加雪零下1到3度 梅河口晴10到18度 公主领晴8到19度 浑春多云10到21度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休息一下精动广告 稍后节目将更加精彩 以行动诠释工艺 以真心传播工艺 发展工艺传播 共创魅力生活 特别邀请全球华文广告圈巨讲 创意大师莫康孙 中国传媒大学教授丁俊杰 与省内资深专家齐聚一堂 讲述工艺故事 探讨创意技巧 做工艺做自己 热心工艺 擅长创意的你还在等什么 日益月新 记忆从未成风 急如旋轴 我们砥砺前行 为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即使公共新闻频道策划推出 系列特别节目 我的时代 我的歌 重温那些伴随我们成长的 精力乐章 碎影如年 翻开记忆的影像 见证时光的家旁 品味年龙的美好 时光业迹 从个人的小目标 到民族的大目想 追悉我们一起走过的 时光故事 四十年 改革开放 春风化 第一报道 和您穿越时光 魅力呈现 全民一起拍 欢乐大家一起来 将给大家大伙一起看看 这突如其来的事故 上海平坛团 首次来长城巡演 中篇平坛 林徽音 无浓然语把观众都看醉 第七届长春茶博会 茶香飘飘 一时四天掌会 会及天南海北茶商会聚 长春有茶 请你上座 您即将收看的是由 吉林银行冠名播出的 全民一起拍 身边人拍 身边事自己动手会更加的有趣 这里是全民一起拍 在这个板块里面展示的所有内容 都是我们的热心观众自己拍摄的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喜欢摄影摄像 欢迎把您的作品也发送到我们的邮箱当中 一经播出 节目组将会给予您100元到500元不等的搞抽奖励 不知不觉当中啊 又迎来了一个周末 此时此刻也许很多人都像一平我 内心早已按耐不住 却又不知所措 因为啊前阵子雨水比较多 所以呢苦了大家伙 忙活了一个礼拜 也捞不着休闲娱乐 只能在家里躲雨趴窝 本周就不一样了 突然赶上明后两天啊 天气不错 心里肯定盘算着到底咋过才算有所收获 于是乎啊 我身边有同事就开始张罗上了 提议啊 让每个人呢都带上家属 集体来一次自驾游 目的地啊也不往远走 就到长春周边的农村庄稼院去转悠转悠 吃点肉喝点酒 在火炕上住一宿 体会一下远离熏宵都市的清静感受 但是啊 这梦想挺丰满 但现实很骨感呢 比如带家属这件事啊 我就犯了难 因为我媳妇啊 今天刚出差 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呢 我哪有家属可带呀 同事看我愁眉不展 就拍拍我肩膀 还安慰我 哎呀 平啊 知道你媳妇出远门了 心里不是滋味 有啥赶脚 跟哥唠唠 我当时说 大哥呀 平时啊 还真就没感觉到 媳妇这一走啊 心里头空唠唠 就觉得 有一种当内放年假的干脚 哎呀 耳根子忽然清静了不牢少 却又不知道 玩点啥算好 说完了 我哥俩相视一笑 都是男同胞 心照不宣了啊 可能啊 电视机前有很多的朋友 也都有了计划 明天打算出行 在这呢 我还得给您提个醒 开车上路 马虎不得 尤其路过苞米地 更得多加注意 近日在江河去往书栏的路上 一名司机 由于一时疏忽 竟然把车开进了玉米地里 多亏路边没有行人和树木 所以没有人员受伤 最后遇到了好心人 帮忙把车拉了出来 车也没有大碍 所以希望广大司机朋友们 在开车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安全 也许有些朋友会觉得啊 周末出游 人肯定多 与其顶着太阳 挤着肩膀 埋没在人山人海 倒不如啊 看几场电影 打几圈麻将 K几首老哥 撸几串烧口 来得更加惬意 也难怪 现如今啊 生活在城市里的年轻群体啊 休闲娱乐的方式看似很多 实际上呢 缺乏心意 那么咱说 有没有那种痴情画意 陶冶身心 又不必破费的好去处呢 当然有 下面这个地方就很不错 近日咱们拍客在长春北湖 拍到了美丽的日落画面 这是咱们拍客用手机 外置镜头拍下的作品 北湖位于伊通河下游以东 在这里 你可以感受 秋季天高云阔 赏蚕和落叶 芦苇深深 也可以来这里赏日出日落 真是美不胜收 桃桃 这是爸爸妈妈给你的红包 可是妈妈 我去年的红包吗 让你的孩子自己理财 就给他办一张吉林银行小财神卡 吉林银行一起成长 一起分享 讲述品牌故事 发现品牌价值 助力吉林振兴 在品牌战略 被纳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今天 我们以诚想要 请你走到舞台中央 分享拼搏的收获与喜悦 勇气 选择 创新 发展 获得 你的每一步 都将激励更多的人 去为梦想拼搏 你的每一步 都在为吉林品牌 平添一抹亮色 以初心相见 以同心相交 以降心相行 今秋十月 我们相邀吉林电视台 同心将心品牌行动计划 吉林品牌之夜盛典 虚习以待 2018皮草服装特色食品 博兰会 9月7日至23日 在长春店支配厂盛大举行 皮草服装外貌不适 香包鞋类 折扣商品家居商品 各地美食等 全场商品两折体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 我们来关注长春电影节 所谓下午本届长春电影节 系列活动之一的 浙产电影芯片发布会 在长春电影院举行 长影电影院举行 那么发布会上 共有八部浙产芯片 闪亮登场 我们一起去看看 在浙产电影芯片发布会上 找到你 地球最后的夜晚 出走的马蹄 轻轻握住你的手 美丽童年 你是我生命中的一首歌 天鹏归来 圣女灭爱记八部影片 进行了集中展示 精彩的变化 加上主创团队的现场讲解 让大家对这些 即将上映的影片 十分期待 其中 《找到你》作为第十四届 长春电影节的开幕影片 是本次发布会上的 重头影片之一 《找到你》 讲述了姚晨饰演的律师 李杰 正在离婚进行时 为与前夫争夺 女儿的抚养权 从而拼命工作 想要给孩子 提供最好的生活 在生活中 也幸亏有 马依丽饰演的保姆孙芯 帮助照顾孩子 并视如己出 然而某天下班 李杰却发现 保姆孙芳和女儿 毫无预兆地消失了 面对家人 警方各方的压力 李杰踏上 独自寻找 孙芳和女儿的路程 据了解 本次热产电影 新片发布会 是由十六家 影视这起 组成的浙江影视代表团 专程前来 其中既有 东海电影集团 等国有电影集团 也有华策影视 华裔兄弟 等民营上市影视企业 阵容强大的影视这军 也为长春电影节再添亮点 近年来 浙江影视产业蓬勃发展 在2017年 这产电影的质量和数量俱佳 如《前任三》 《风华》 《摇猫传》等多部电影 获得口碑和票房的双丰收 目前在浙江 注册的影视公司 有三千多家 那么我们把里面的 好的一些影视公司 组成了一个影视这群 新力量发展联盟 所以今天来到我们 电影摇览 长春 我们就是想继次 打造一下我们这支 新力量的队伍 然后呢 让我们的新力量 这支队伍有更好的发展 第一报道 张北乔 宋克深报道 最近一段时间 长春的演出市场 特别的活跃 像各种群星演唱会 戏剧节 市民文化节和 长春电影节的精彩演出 是轮番上演 而一向力推高雅艺术的 吉利省文化活动中心 昨晚首次引进上海平坛团 来长春演出 至于听惯了二人传 相声评书的东北观众来说 平坛有着别样的韵味 六号晚上海平坛团 在长春国际会议中心 首演了原创中篇平坛 林徽音 该剧邀请豆腐龙先生 担任编剧 以中国第一位女建筑师 林徽音的一生为内容 讲述她在动荡时局中 研究和抢救中国古代建筑 以及她与三位杰出男子 徐志摩 梁思成 金月琳留下的故事 近年来上海平坛团 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以新平坛新观众为目标 推出了多部符合上海 都市气质的新编和原创作品 这次来长春演出的 林徽音属于新平坛 全剧分为三回 打破以往一桌两人的形式 改为两桌四人的表演形式 我们平坛来说 就是长篇嘛 是传统的一般要演15天 每天两个小时 中篇其实对演员来说 压力更大 那就说要把这个15天的东西 在这两个小时之内 呈现出来给大家 第一次把这个平坛 带到了东北 我们自己也感觉很兴奋 也不知道这个演出的效果 会不会好 希望呢 大家能够喜欢 吴农软语 平坛起源于苏州 流行于江浙户一带 以三弦匹配为伴奏 采用无语方言 土口讲说表演的 曲艺说书形式 原以为这种带有明显 地方特色的演出 东北观众接受起来有难度 没想到无浓软语 令观众听得如痴如醉 平坛过去也听 苏州我们也去过 我们很喜欢这个 听懂它那种上海 浓浓西语 我还觉得 鱼人绕梁的感觉 挺好 上海平坛团成立于1951年 每年在国内演出场次 达4000余场 同时为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 以及艺术精粹 多次走出国门 将精湛的记忆 典雅的神韵带给了世界 被海内外有人誉为 中国最美的声音 第一报道 张英若冲报道 今秋九月 一年一度的茶博会如愿而至 九月七号 第七届中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即紫沙茶具用品展 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起目 本届茶博会 吸引了来自天南海北的 众多展山参展 那么给众多的茶友 提供了一站式 逛展品茶的好机会 第七届中国长春国际茶产业博览会 七号在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九号馆起目 本届茶博会为期四天 总展览面积25000平 设标准展位1200个 划分为全国明茶区 普尔茶展区 紫沙区 陶瓷区等八大展区 给广大茶友提供了 一站式逛展品茶的好机会 开展第一天吸引了不少茶友 前去逛展 在茶博会的现场 我们不但可以买茶品茶 同时还可以学习一些 跟茶文化相关的知识 比如说在我身后即将进行展示的 就是千两茶压制的过程 那么这项记忆也已经被列入 国家籍非物质文化遗产 随着喜欢喝茶的人逐渐增多 最近几年茶品市场也发生了变化 由过去的高端消费变得更加迎合大众 同时为了吸引年轻人隐藏 今年各大品牌都推出了快销品 因为市场现在是回归了自然原形态 所以说我们就推出了这种 里面只有外面是主字 里面是粽子叶 反腐归真的一个包装 去掉了华丽的外表 更经济实惠了 符合咱们大众的消费现在 茶博会期间 主办方还精心策划了多场茶室活动 整个展会期间 还将举办星级茶馆发展论坛 取水流伤茶文化展示 私藏茶器故事赏息 和吉林空姐茶艺形象大使 评选活动 第一报道张言若冲报道 四天展会主办方在主会场的舞台区 每天都会有茶艺展示茶道表演 轮发上演 如果电视机器您感兴趣的话 就可以去现场看一看了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交通方面的消息 延吉新机场公路工程 是延吉机场签建的重要配套工程 是延吉市区通往新机场的唯一通道 那么今天总投资达6768万元 历经两年建设的延吉新机场公路 新明北阶段全线贯通 详细情况我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在延吉新机场公路 新明北阶段的民主互通立交桥上 记者看到 新明北阶东西半幅 及民主互通立交桥西南东南匣道 已经有车辆通行 据了解该工程起点位于 延吉市新明桥北侧桥头 终点位于民主变店所处 包括民主立交桥 南半府 东西两侧互通撒道 路线全长1.07公里 公路等级为一级公路 设计时速每小时80公里 路级宽度54米 双向六车道 路面结构为 历青混凝土路面 该工程于2016年8月份开工建设 2017年11月份 我们完成了咱们东半府施工建设 并通知到市运营 今年我们4月份复工建设 完成了咱们西半府的路级路面 截止目前现在全线贯通 作为延吉机场签建的重要配套工程 该工程是延吉市区 通往新机场的唯一通道 特别是在延吉市公园路 与新明北街交汇处 建成了延吉西部新区 第一座实现交通全部分流 切勿冲突点的互通立交桥 实现高铁站 高速公路收费站 与城区快速连接 对完善城市总体规划 加快地方经济发展 具有重要作用 在这里工作人员提醒广大驾驶员 项目通车后 应该按照指示标牌通行 禁止在302果道掉头行事 第一报道通讯员王盈 屈志鹏报道 不向新房成为烫水山域 再星期也得厌不再说 门框已经变形 这个属于工程质量性的问题了 装修第一步 之前加装公司 错 验房才是第一广 在这种大白基础之下呢 有很多隐藏的问题 如果不经过去验 你包括开裂 还有空股的一些问题 都会被隐藏掉了 第一报道 启动大型公寓项目 科病院内高人 带您建招拆招 免费验房 验装修 免费建立 免费设计 免费卡圈检测 名额有限 等您来抢 公民电话 零子三一 8850 1234 第一报道正在直播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 诱人的烤肉串 香喷喷的麻辣香锅 鲜美的寿司卷 走进长春国际会展中心 七号款 各自的美食小屋 档口真是飘翔四溢 一年两届的长春 连锁加盟创业项目展览会 今天也开幕了 而本次展会将持续到9号 机会难得 不要错过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国际会展中心的 七号馆 也是第十一届长春 连锁加盟创业展的展会现场 那我们了解到 本届展会一共是吸引了 300余家的这个参展商 800余个项目 那么在这800多个项目当中 是涵盖了 我们大家比较关心的 吃喝穿住行等等 当然在现场我们发现 这个连锁加盟的摊位 吃的比较多 那么大家到展会现场来 不仅可以品尝美食 同时可以寻找更多的 连锁加盟项目进行创业 本届展会展览面积 为12000平方米 展会现场记者看到 特装展位上 各家加盟连锁企业 将实体店面的模板 搬到展馆 格外吸引眼球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都有 你想投资 从小到几千块钱的项目 到上的大到上百万的项目 都有应有尽有 可以根据你个人的需要 可以去选择 本届展会还有很多 外地老品牌参展 各企业都推出了 相应的优惠政策 个别项目可以优惠 40%左右 对于创业者来说 是个好机会 如果说想加盟的话 我们可以说是 整店输出的一个模式 从前期的协助选择 到后期的开店运营管理 我们是可以说是 一体化的一个服务 是这样的 第一报道 从龙镜高明报道 这天是一天比一天凉了 又到了这球皮 羊绒服装销售的旺季 但是这一类服装价格 普遍都比较高 一般消费者对此呢 往往失望而却步了 那么有没有这样的 这样质量不错 价格又能让大家 接受的产品呢 下面跟随我们记者镜头 去羊绒皮草品牌 服装商品博览会 看一看 2018年9月7号上午 记者来到了 位于长春电影制片厂 停车场的 羊绒皮草品牌 服装商品博览会的现场 数十家球皮服装参展商 带来了他们精心挑选的 质优价廉的 各式服装产品 我们是厂家的 我们正常的产品 比当地的商场 都能说便宜的好多 比如你在商场 买了一件衣服 羊绒啊 或者是雕游 都要一千多块钱 在我们这七八百 有的是二三百 打折的最低的 都可以买到 现场除了球皮服装外 羊绒服饰 也是这次博览会的 一大特点 而且他们的价格 那是十分的亲民 逛完服装展区之后 你还可以到南北方特色食品展销会的现场 挑选你喜欢的食品 这里不仅有四川的柴火腊肉 大兴安岭的野生蘑菇木耳 云南大理的古方黑糖 茶叶 也有来自新疆的葡萄干 宁夏的枸杞 内蒙的牛肉干 另外在展销会上 你还可以品尝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明游水果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利益 活动主办方还在售后服务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此次博览会一直持续到9月23号 如果你用时间可以来长春电影制品厂 停车场逛一逛 挑选你心意的商品 第一报道永平广言报道 在第34个教师协来临前夕 长岭县委县政府在长岭县第二中学 召开主题为 弘扬高尚师德 千辛利得数人的 庆祝第34个教师协表彰大会 具体怎么情况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018年9月6号上午9点 长岭县第二中学可以容纳800人的礼堂内 座物休息 表彰大会开始后 全体与会人员一起观看了长岭教育三年改革时间专辑篇 长颖教育五春朝 百年大祭 教育为本 在第34个教师节到来之际 县委县政府隆重举行庆祝活动 这是对广大教育工作者 广大教师的忠心祝福和莫大的荣誉 也是对我们的鞭撤和鼓励 近年来 当地政府树立了教育优先理念 坚持教育强限战略 全县形成党以众教为先 正以兴教为本 民以支教为荣 施以从教为乐的浓厚氛围 在教师中也形成了良好的竞争氛围 也涌现出很多先进世纪 到西藏之后和这些孩子真正接触 这些孩子的朴实 以及他们的那种热情 深深地打动了我 可以这样说 到西藏去呢 我们每一个园藏教师在那里都吃了很多苦 但是看到孩子们的收获 看到这些孩子的进步 让我们吃的再多的苦 都感觉到值得 教师黄福军告诉记者 两天后他就要返回西藏 因为那里有他难以割舍的孩子们 教师刘淼淼大学毕业后 放弃大城市优越的工作环境 依然返回到自己的母校 太平川镇第二小学任教 成为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 毕竟年轻人嘛 都向往繁华的都市 但是因为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名教师 而且现在很有幸 我回到了我的母校 从事教育工作 当开始踏进校园的时候 我内心就有一种责任感 我要把老师身上的担子接过来 在受表彰的队伍中 还有一批优秀教育工作者 从教师岗位一步一步走到管理岗位的 长领县第三中学校长 孟凡为就是其中一位 办教育实际上就办教师 就拥有好的教师 才能办出好的教育 所以我走上领导岗位之后 就是加强教师的培训 加强教师的职业道德培训 加强教师的业务培训 所以几年来 我们长领三中 就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在现场了解到 今后长领县的教育工作者 将会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扎实工作 奋力开创教育工作新局面 为建设更加美丽 幸福新长领 做出更大贡献 第一报道永平 广言报道 最后二十秒 向前冲 我的名字顶长 一顶就成了 你姓李欧 对 我不姓李欧 我全天天是什么 我只敢了一个 一切精彩 今在全天视台公共新闻频道 每周日十七点十三分 全民向前冲 永远 永远向前冲 全民向前冲 海浪权健康 海浪权健康 新闻电视台 同行将新品牌新闻进化 上皇品牌 中国移动通行集团 极力涌现成私 一击八重 金氏传媒 红药集团 左达立腰呼吸 十五波集团 红小日夜 熊阵药宇 灰火烛猪宝 药博士师傅记 新兴业 同行公司 终止观众落空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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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